亲爱的观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看有话要说 我是曾家瑜 11月份是个感恩的季节 今天呢我们节目分成两个部分 都要跟您分享一些 很值得感恩 很值得感谢的故事 先介绍上半段的现场三位来宾 哇 星光熠熠哦 我们Lady First先介绍 自身歌手双关平小姐 双关姐你好 嘉宇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声音非常的磁性 哎呀今天感冒 之前这个母亲是在广播电台 对对对 我母亲以前是台湾警察广播电台的开台元老 他叫做余茜 哇相信很多台湾来的朋友 可能老一代的知道了 新一代的你们不知道 但是没关系我们现在知道了 还有双关平 这位很棒的歌手 等一下可以多聊聊 接下来中间这位呢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国际影后杨桂妹 桂妹姐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除了您的这个电视电影作品之外 我们也常常在大爱剧场中看到您 啊是 没想到本人这么年轻 还好 电视剧里都把你掩老了 谢谢 今天要感恩你 感恩 感恩 接下来呢现场唯一的男士 也是这个著名作词人庄奴的闭门弟子啊 可以说是高徒了 高原你好高原大哥 嘉瑜你好 还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嗨我是高原 也非常值得介绍就是哇我发现您是之前要在台湾一个非常红的而且很长寿的电视节目 五灯奖的贯金得主 我是听说的 小时候都有看啊 五度五官奖五万对不对 对 比一年多耶好长时间 谁要拿到这个登上五度五官的宝座要比一年多 对要大概比一年两个月吧 哇每个礼拜都要去 有时候拖到一年半 一年半的 万一打成平手是不是 对平手还要再来 对 哎呀我不知道 都不承认 哈哈哈 那问题是那时候比赛没 我们都要跟如果今天挑战者他唱什么歌 我们优胜者就要跟他唱什么歌 是这样的 我们那个单元是这样的一个节目 是哦这样才可以用同样一首歌来评断谁唱的高下立判 根本就是要人命啊 所以算是非常早期的选秀节目 而且你们还有PK 对对对 所有这种选秀的元素都在里面 当初真的在台湾好轰动 对不对 是 尤其那种五度五关 最后一关的时候 大家一定都坐在电视机前面看 对啊 要比那个节目真的 我们算是靠尾端了 因为我好像是在过两期 就是张慧妹了嘛 对我在前面两院 你是她的学长 对对对 之后呢就比较多在东南亚发展 对 然后跟庄奴老师呢 有一段非常长的持久的师生情 三十年了 三十年了 他非常看重你这个学生 然后转到中国大陆去 那中国大陆的话 因为我们那个庄老师她的学生 她一个叫邓丽君小姐 嗯嗯 那我们用邓丽君的 就是因为离开离开以后嘛 就我们大概用 纪念邓丽君的歌曲的演唱会 我们大概每年喔 大概跑中国大陆全省 大概一年大概要走一百多场 嗯 对 因为庄奴老师她其实就写了很多歌 都是邓丽君唱的 百分之八十 嗯 然后后来这些歌 您也有得有诠释 有 是非常棒的 嗯 桂敏姐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 之前参加了很多这个国际迎战 您是第一位 台湾第一位参加了这个 四大营展 四大营展 对对对对 台湾女演员 很荣幸 很了不起 奥斯卡 然后威尼斯 然后柏林影展 然后还有一个是 哈哈哈哈 没关系 凯承 凯承影展 对对对 所以这个四个影展都 都去过了 对 代表台湾的电影人 嗯 但是我觉得你也很厉害 就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您的歌声也非常的好 所以这次跟就是三位要一起来 我们去表演 啊 献上爱心 我刚开始进入演艺圈 是歌唱比赛 跟高原一样 但他是五灯奖 我当然没那么大 啊 我不像年轻 我新人奖 哈哈哈哈 我是新人奖 那我们也是要 不是像那种数灯数 但是我们也是要老师评分的 那种评审老师评分的 这也是参加歌唱比赛 电视台的 对 但是我不是 我没有他那么厉害 我是第三名 哈哈 也不错啦 所以也得名了 就进入也被人赏识 但是后来 没有在歌坛发展太久 是不是 对因为我们那个年代 太多优秀的歌手了 太多 崔太清 啊 风飞飞 陈英杰 好多好多优秀的歌手 我们不会有机会的 所以后来 所以后来 我发现他要取唱 他唱太好 这是我第一次听你唱歌 是以前我相信很多 很多朋友都没有机会 所以这一次真的难道来到外区 因为转演戏以后就很少唱歌了 是 我们等一下可以稍微再多聊一点 接下来上官屏 这个上官姐您是怎么进入歌胆的呢 我是在念书的时候 有兼电台的DJ 那时候电台他们有一个晚会 每个月一次 那因为我有主持节目 那他们就叫我去客串 客串完了以后 歌厅老板就到后台来叫我唱歌 因为那时候可能是歌厅刚开始 那么歌星严重缺乏 那我就背这个书包下课就去唱 学生歌手 那那个时候就唱 唱到后来有机会出国 那时候念淡加大学要通车 上课要坐火车 然后下课又去唱歌很累 后来一出国 出国有机会到新加坡第一次 出国回来以后 就跟我妈说我不要念书了 我要唱歌 所以就在新加坡发展 对对对 在新加坡住了几十年 我们1970年就去了 而且您的夫婿还在当地 经营了这个非常巨规模 而且算是当地的这个 对对对 他就是应新加坡的海燕歌剧院去邀请 结果后来一去就发展了十年 就帮助新加坡的娱乐事业 创造了最高峰 我们的歌厅全部是台湾的艺人 台湾的乐队 台湾的演员 所以新加坡很轰动 十年每个人到那边去看节目 都要事先买票 临时现场是买不到的 是 一定要选择你报导一下 对那然后我们就发 他又在那边发展他的那个音乐 因为他都是 他是作曲人 是 是 那么季立男 他的成名曲是 又是黄昏 汪洋中的一条船 哦那他写的哦 对对对 好厉害哦 是你老公 所以三位真的都是大咖 在我们节目当中 也接着来到湾区呢 观众朋友会有机会 欣赏到他们的表演 然后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 等一下继续回来和您聊 我们今天呢 节目上半段 邀请到三位 从台湾来的朋友 其实是东南亚台湾都有哦 虽然三位 原本也都是在台湾出生的 那么刚刚讲到上冠萍姐 后来在新加坡发展 然后高原大哥呢 就是在东南亚还有中国大陆 都不停的在有表演哦 贵妹姐呢就是横跨歌坛影坛 影剧都是一把抓的 那么这一次来到军医山湾去 那非常难得 三个人是第一次在这里表演 对不对 是 也是第一次合作 而且呢大家会听到贵妹姐的歌声 就是因为此季他们举办了两场灾难无情人间有爱的音乐会 分别是在十一月十号星期六的晚上七点 跟十一月十一号礼拜天的下午两点钟 有两场 主要是针对我们旧金山湾去之前都有一些天灾了 像去年可能你们在台湾也有听过 哪怕酒香对石火了 然后Santa Rosa 然后在之前San Jose还有大水 所以呢你们这一次来就是帮助我们当地的灾民 非常感恩 谢谢 有机会来给我们一个机会 我们也很荣幸 其实不是我们帮助他 而是我们希望在全球每一个地方大家都过得很平安 嗯 那我们也很感恩慈激迹人在美国这个地方 深耕 然后让美国人感受到台湾的温暖 是 跟台湾人的爱 对真的每一次一有天灾人或什么 就会发现慈激人真的动作非常快 在世界各地都是这样子 都是在第一星 非常感恩 两位是慈激人 然后你有参与慈激的大爱剧场演出 对对对对 都非常的这个有爱心哦 那你们自己回想一下自己的这个 其实你们的演艺事业都非常的顺利咯 有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感恩的事情 或者是很难忘的经验呢 讲个小故事跟我们分享好不好 自身自济人 您先说 其实我刚才讲我住新加坡 我在十年前刚好有个机员 他们就邀请我回台湾去教词记好歌大家唱 那么我就因为那样的班 十年我本来是来来去去 现在变成班回台湾了 因为那个班欲罢不能 就一直开下去 反应太热烈了 那我最感恩的就是我们那个班 有好多的老人家 因为很多的那些有一点点智障 那他们因为到我们的班 有的时候都不讲话 可是到我们班以后变成开朗 然后主动的会上台 要拿麦克风去唱 要表演 曾经有一对母女 那个状况蛮惨的 你看她样子就很不正常 后来上人有接见他们 就是我们有一场上人场次 那么他们邀请我们这一组上去 他们还唱歌给上人听 上人还给他们挂了佛珠 我就觉得说 每个人可以用自己的功能 来发生你的良能产生 我觉得很好 慈禧给我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怎么讲 很好的机会 对对对 就给我一个这样的机缘 让我来种福田 我觉得智力又利他 是感谢 高原大哥呢 我要感恩的是我的老师 还有我的师姐叫邓丽君 那因为邓丽君 我才会有中国巡演的演出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其实老师有写一首歌 邓丽君还在的时候 还在 那时候是在法国发生事情 那其实老师之前有跟邓丽君小姐 通过电话说可不可以请邓丽君小姐 跟我合唱一首歌 那个歌还在 那老师写的叫 何日君再唱何日君再来这首歌 邓丽君唱的是何日君再来 那老师写的是何日君再唱何日君再来 对这是这首歌 那时候他还在 还在 老师写了这样的歌 那结果后来邓丽君小姐 他已经同意了 他说可以没有问题 因为邓丽君真的很 他真的是很会饮血思源 也很念旧情 对 那结果他一到 飞到泰国又回台湾的时候 就发生事情 所以没有真正合作到这首歌去 对 为你们两位量胜定做的 对 好遗憾 对 那结果后来老师就把 没办法后来就找了 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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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后来没有找谁 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唱这首歌 独角唱这首歌 那也因为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跟他们基金会 然后有 跟一些邓丽君买一些版权 然后也拍了MV 然后也因为这个歌 然后 隔空对唱 对 对 然后就 还是有另外一种形式的合作 对 因为邓丽君我这样子 20年 都一直在跑宣言 对 我真的拖他的福气 我真的能感恩他 真的 大家能透过你的歌声 再怀念到他当年的感人的歌声 其实也是很好的 没有啦 真的也感谢我的老师 因为老师 因为他20年前去世了 那这个是我最终最大的遗憾 那也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没有好好的就是孝顺老师 那不管过去怎么样 然后我一直很期待说 如果来生 如果还有机会的话 我还愿意当老师的学生 你把他歌唱好就好啦 因为时间的关系 只要贵妹姐呢 好 我们还会再找机会呢 好好地专访一下 所以今天非常谢谢 三位来到现场 也希望跟朋友有机会 去看他们的表演 然后献出您的爱心 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 等一下继续回来 下半段的节目 有人羡慕你 自由自在地表 我愿别做你 到处任意 有爱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现场 我们接下来呢 要为您介绍的是一些 飞行员保驾卫国的故事 赶快介绍现场的嘉宾 飞行员故事系列 同时也是航台专家 现在是畅销书作家 王立正大哥你好 家瑜好 很高兴再次邀请您上节目 谢谢您 而且带来了最新立作 我以我写现晴天 我看到这书名就很想哭 这个书名是这个出版社选的 但是您里面记载了13位 中华民国的空军飞行员的故事 当初怎么会有这个想法 继续写这个飞行员系列 对这个是第四本吧 前面已经写了三本 后来第三本跟这一本之间差了十年 对啊 因为这个出版社主要是为了想要赚钱 这种书出来的话是 比较小众感觉 很小众 他们觉得说是没有办法收回本钱的 哪一个出版社怎么会不怕死 就是这个远流 远流他当时讲说他们除了要赚钱之后 还要有这个有一些社会的责任 他们在讲说 所以他们愿意 宁可赔一赔钱 他说这种书他们愿意出 有出的价值吗 对结果 没有想到这本书出来以后 真是让他们跌破眼镜 也让我也让我吓一跳 自己都跌破眼镜 我看看你眼镜 破了没 因为他这本书 所以没想到卖这么好 对第一 然后因为他们自己觉得说是这本书 如果能够在一年之内能够卖完的话 那已经算是很好的了 就没想到三个礼拜 三个礼拜 真的是三个礼拜 受庆 就必须要立刻再版 然后现在我离开台湾的时候 这本书出来两个月嘛 他们在讲预备要三版 第三版了 对啊 这在现在的这个图书市场来讲 算是个奇迹了吧 非常难得的事情 因为他们也在讲 可能是台湾这个社会上 经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这个反军的这个后果以后 对军人的打压呀 对 开始有这个 有开始有这个反弹 所以这本书能够卖得这么好 在博克莱那个网络书店 这种书能够说跑到第一名 真的是吓一跳的事情 对啊 既然我上次真的上去看一下 哇 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 这个人我认识 黄丁大哥 而且写的是飞行员的故事 这本书里面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记载了13位 然后他们有不同的这个故事 然后我看到这一些飞行员的故事 还有他们的照片的时候 我真的心里头就浮现四个字 雄之阴发 这是苏东坡形容这个周瑜的 对对对 在念奴交里面 然后就觉得这些空军 他们长得很帅之外 他们散发出来那种阴气 真的就是阴气 为国家 牺牲在所不惜的那种 然后所以那个时候 他们现在讲起来 都是差不多四五十年以前 五六十年以前的事情了 八十三炮战都已经六十年了 对啊就是那个时候 现在台湾就是很多人 就是差不多讲六十岁以下的人 很难想象到 那个时候是随时可能发生战争的 嗯哼 而且他们有的时候 其实等一下 你可以分享一些 这当中的一些故事 让大家可以稍微的感受一下 当年这些空军舰而是怎么样的 舍身为国 对对 那么这一次您回去介绍 您的新书 是不是有一些感触呢 我看到您第一场新书发表会 在岗山举行啊 那个是我的家乡 对这个是岗山的时候 因为他们那个出版社 有安排台北一场 台中一场 跟南部一场 所以我就突然想南部的话 我就跟他们去建议 我说那干脆第一场放到南部 嗯 他们说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 第一场放到南部 我说对因为这本书里面所有的人 他们的起源都有岗山 嗯岗山空军基地 对啊空军军官学校 嗯 我们就就从那边开始 结果也没想到那天到场了 有七百多个人 哇 七百多个人啊 之前那个国防部长冯世宽也到了 对对对 然后现在那些像这个 这个空军副司令 空军司令部的征战部主任 啊 还有书中的三位主角对吗 对他们就是当时在南部的那些主角他们去了 然后就当然这个封面的这个梁 梁军中 他是从美国 这个84岁 从美国 特地回去 特地回去 参加每一场的这个 每一场都到 他每一场他都到 而且每一场他都 亲自分享他当当时在空中的四十几秒于这个敌击缠斗的这种的过程 对 而且你把它当封面啊 哈哈哈哈 把他当年的 真的是熊子英巴 一定要再讲一次 对 所以他应该也很感谢你把他们 那都没有 很多人这个在讲说是感谢我去为他们做这个事情 我说其实我只是拉拉队 我们更要感谢他们 对我们更要感谢他们 就是说他们做了这些事 我才能够把他们的事情去写下来 写下来的时候才让大家的人知道 然后我就觉得我很高兴的是 因为这边 连这个是飞行员的故事第四集嘛 里面所写的每一个飞行员的事情都在空军证实里面没有的 那可是他们做了那么多的事情 如果没有人记下来的话 以后就没有人知道了 大家就忘记了 对啊 所以我说我很高兴我有这个机会 所以替他们把他们的事情写下来 跟大家去分享 是 其中有一个非常值得 每一个故事都很值得一提 但是其中有一个 我想可能很多人会更有印象的 就是提到了秦翰的哥哥 不想让大家知不知道秦翰有个哥哥 当年也是在空军出生入死的 我们稍后回来为你讲这个故事 稍后见 我们下半段呢介绍的是王立真大哥的最新立作 我以我写现青天 记载了13位飞行员的故事 其实好像海峡上空1967年之后就没有再发生过空战了吗 对对最后一场空战1967年的1月13号 嗯成平时间久了大家就把所有的这个平安都视为理所当然 对对 直到看到这本书大家就想到哇 原来当年真的是 很多人啊 就讲说刚才你讲说是那个秦翰的哥哥孙孙向辉 他殉国也是在1967年 哦就在那一年 刚才那个空战是在年初的时候1月13号嘛 他是在当年的年底12月25号圣诞节的那一天 嗯就我们讲一下这个故事吧 当然会不会有一些很年轻的朋友说秦翰是谁 他其实是非常有名 当年跟林青霞哦 这个一起演电影都是男主角的 然后他的哥哥真的长得也非常非常帅 真的在讲说 那个时候飞行员的讲起这个孙向辉来讲的时候 他有个弟弟这个秦翰 不过他比秦翰还要帅 每个人都这么讲的 但是我们这个照片比较模糊一点 哦这个不是他 这个不是 这个不是他 有一张很多人一起的 那个最右边的那张是他 哦这个右边是他 这个最右边的这个 这个比较模糊一点 拎着那个飞行盔的是他 看起来 看得出来很潇洒 对吧 其实我跟 他倒并没有特别的想要去写他的事情一开始 嗯 直到有一天 那个时候我还在上班的时候 我在洛杉矶出差 接到一个女士的电话 她跟我讲她说 她听别人讲说我对空军的事情知道的很多 而且我大概知道他哥哥是怎么出事的 然后我说你哥哥是谁 他就讲孙向辉 我讲哦 我说不但知道 而且我知道的非常清楚 当天发生什么事情 嗯 他就问我说是能不能把这个事情讲出来 我就跟他讲了 因为那天是12月2月15号 我会怎么知道这件事情 因为当时我在给那个唐飞前行政院长去写写传 呃 然后唐飞是亲身参与当天的那个事情 他那个时候是第七大队的 不是他那个时候是七中队的 七中队 副中队长 嗯嗯 前一天12月24号的时候 孙向辉就跟情汉去 不是就跟那个唐飞去请假 说是台北有朋友 圣诞午会要邀请他 要请他 而且很多女孩子讲说孙向辉来 我们才来 哈哈哈哈 所以他就讲说他想要去 结果唐飞问他说你什么时候回来 明天早上你又排了任务啊 他说我现在 那当时已经是24号的下午了嘛 唐飞讲说那开玩笑啊 你现在你到台北 那个时候从台中到台北要四个钟头 你在跳舞 在第二天早上再赶回来 完全没有精神了嘛 说不准假 就是不准假 不过这讲说25号 那个任务完了以后 中午吃完饭你就可以走 嗯 这样是这样的跟他讲 要捏女孩子等一等 哈哈哈哈 就没想到就是 结果我就跟他讲说 那天这个出了任务 他们是做这个腹肌脱离 就是如果 因为飞机翅膀小嘛 可以直接是往下面推的 他们就讲说是在演练嘛 唐飞的飞机飞在这边 他就从后面这样子冲下来 打唐飞的飞机 唐飞躲掉了以后 他继续往下面冲 嗯 然后唐飞在那边看 就跟他讲说 应该起来了 应该要拉起来了 应该要起来了 他没有起来 唐飞就叫说是 应该起来了 结果 讲完这句话 就看到一个降落伞出来了 跳伞了 跳伞了 然后唐飞就马上 就叫那个 跟站管讲说 有人跳伞了 赶快派救护机 然后就是看着那个伞 这个伞出来了 那架飞机上是有两个人 嗯 那有两个人 除了孙祥辉之外 还有黄瑞文 对啊 结果他那个飞机 只出来一个人 就唐飞 因为孙祥辉坐在后面嘛 所以是应该是他 是他出来了 嗯 然后就看了他 因为真正想跳伞的话 现在掉到水里之前 应该把伞拖开来 就他没有拖开来 就唐飞机讲 飞机那么快的速度 冲下来的时候 很可能他一出来的时候 没有时间把伞拖掉 这个手就被 被那个风吹断掉了 哎呦 他讲可能是这个样子 然后掉到海里面去 更没有办法 这个 然后他就失能了嘛 嗯 然后在海里面 找就没有找 没找到 当我把这个事情慢慢 就这个事情 就像我这样跟你讲 当然是 在电话里 跟他讲的非常详细 中间一点一点的事情 跟他讲 就突然 我在讲到这边的时候 那个女的在电话里 一声 哇 哇 就开始哭 他一哭就把我吓一跳 我想 这个 这个 这个亲人 那么 到最后的结局 这么惨的结局 我就这样子去跟他去讲 我真的一点 那个同理心 都 都没有 我就讲自己非常好 可是当年他都不知道 发生什么事 当时空军职 跟他讲说 哥哥 殉职 在台湾海峡上殉职 没有像我那样跟他讲说 因为什么起飞 因为怎么样 所以他们想起 都不知道 他不知道 我一点一点跟他讲 是 因为时间的关系 其实您在湾区也有新书发布会 在11月18号下午3点 下个礼拜天下午3点钟 在那个 比尔菲尔 是 沙尔托港 Avenue 上面一家餐馆 比尔菲尔那边 三点钟 新书发表会 所以可以听到更多的故事 而且还可以得到这个 买到孙祥辉的弟弟 情爱写序的第二版 谢谢您的收看 谢谢王大哥 谢谢 谢谢 谢谢